泰山集团5月31号召开股东临时会 市场派龙帮集团拿下五席 正式入主泰山集团 结束专家超过70年的经营 不过稍早公司的原经营团队召开记者会 主张选举无效 马上带你来听 5月31号这个股东会的违法 它的违法主要有两大部分 第一 当选董事的总得票数 竟然比出席率还要高 我想这个很明显有灌票的问题 第二 本身龙帮公司违反计业并购法 没有申报 超过10%没有申报 这个依法应该要剔除 他们40%的表决权 也就是说 他们最多只有10%的表决权 根本就不应该当选这么多期 好可以听到原经营团队的律师质疑 龙帮集团有灌票的嫌疑 并且认为他们是违反了企业并购法 也因此在今天上午 龙帮集团详进公司大门召开 董事会的时候 是将门给锁起来 而龙帮就在门口举行董事会 刘尔龙申部获选为泰山的新任董事长 遇上最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